你们知道吗 分岸的雪景有多梦幻 盛大氛围有多浓郁 极光有多人 确实就有多 好冷哦 怎么这么冷啊 哇和她的冷比起来 更特别的是她的饮食 对对对 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什么叫做美食荒漠 比如这个黑悠悠的面包呢 叫黑麦面包 看着还挺不错的 闻起来 咬上一口之后 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面包 有点像臭脚丫头的 还有这个糖 一开始还以为是巧克力味着的 没想到 又甜又苦又难过 怎么有用 我把这味道给你打了 还有啊 别看外面冰天选地的 就连好多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也认识冰冷冰冷的 所以每天早晚 那杯热腾腾的牛奶 对我们来说就超超超超超超级温暖 欧队老 芬兰还有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哦 lucky 和起来酸酸甜甜的 是芬兰在上诞的限定饮料 还有呢 就是这个三维鱼奶油浓汤 三维鱼的鲜美 加上奶油的清香 还热腾腾的超级好喝 俗话说 一方水土一方人 虽然有些食物我们吃不惯 但是当地的人依然是他们如珍宝 妈妈总说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完美的 如果想要看到平时看不到的风景 就可能要比平时多走更多的路 克服更多的困难 但是多年之后呢 你会发现任何经历都是有价值的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 那就多年之后再回来看看吧